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在晚间七点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为您准备的财经方面的节目 我是周乐 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段的嘉宾 她是Delian Realty Delian地产公司的Senior Finance VP 同时她也是他们代表公司的买方的经纪Annie Watson Annie你好 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周小姐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替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就是自从居家隔离的从3月17号一直到现在 房地产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请Annie来给我们一个surprise的分析 好吗 好 没有问题 谢谢您 其实从居家隔离3月17号开始到现在 其实我已经很成功了 卖掉两栋房子 那么这两栋房子事实上都是用这个Virtual Tool 也就是说虚拟看房来达成交易的 所以说到这里呢 我也是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虚拟看房 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为不能做Open House了 所以都是跟Realt约着看虚拟看房 那么说到虚拟看房 其实德里昂事实上是虚拟看房的开山鼻祖 因为如果您到德里昂的网站上去看 www.德里昂realti.com 你就会看到我们每一个物件都会有这个海量照片 超过40张以上的照片 有日出日落 每一个房间 还有院子 还有房子的外观 每一个角度 所以可以从这40张照片上去看房子的哪个风貌 那另外呢 我们每一个物件我们有这个三维立体导览 Floor Plan 那三维立体导览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3D Tour 那当然更有这两最创的这个优质的视频video来介绍房子 所以说呢 事实上呢 您如果大家听众朋友都有去看我的Open House 有时候Open House人多了一点 反而没有虚拟看房 网络上看得清楚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机会 也可以上网看看这个虚拟看房 那么呢 另外还要提到呢 就是说 Floor Plan的这个第二套房子呢 事实上呢 是一个第一次的买家 那么呢 因为大家都了解 现在其实租房子还不如买房子 如果您是在300万以下的总价值 那么呢 有30%的down payment 发来的信用分数 好 30% 银行基本上都可以做到2.625% 所以说呢 也就是这些第一次的购物者 他会情愿呢 去买房子 这个比租房子长 是这个样子 哇 好 但提到的您在4月份卖掉的这两栋房子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在300万以下 还是300万以上呢 一个是在300万以上 那一个是在300万以下 所以我当然是得提到 给第一次购物的朋友 不妨用这个机会 赶快进来 拿一个低的interest rate 刚才又听到2.625% 这个是purchase的loan 那这个利息的确是蛮低的 所以您也提到说要有30%的down pay 还要verify它的VOE verification of employment 这个都是现在大家心里要比较特别注意的 就是in order to have the lender 要放款 要能够成功的过户登记到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条件必须要非常好 对 对 这就又要提到一个 就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呢 就是说呢 如果您现在要下单 请您入币要在下单前呢 再打一次电话给您的这个购款经纪人 然后再重新提供一次您的这个pay approval later 因为很多时候呢 您手上拿这个pay approval later 是2个月之前的 可是呢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呢 您在下单前千万不要忘记 一定要再打一次电话 再go over一次 就是再re-evaluate你的财务状况 这样子的话 等到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 才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当然呢 每次还是要 depend on 每一个不同的贷款银行 每一个银行有它不同的要求嘛 对 但是呢 基本上现在都会有两种情况 我看到的 就是说 银行在结案前 它要先看您的生意 或者雇用你的公司的生意 是否还在运作 对不对 那个工 第二点呢 就是说 你这个收入水平有没有减少 所以它会针对这两个重点来看 这个也就是我跟大家听众朋友 要特别提醒的 对 是的 好 那Anny 现在在这个居家隔离的状况之下 买房子的相关流程都还是继续在正常的运作吗 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变得比较不方便呢 没有 因为大家都应变得非常快 所以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这个公证人 notary 估价师 还有呢 这个县政府的登记是recording office 其实都是正常运作 那么那个公证人 我举一个例子 它们很可爱 现在可以直接开车 开到你家门口 就在门口给你签了 保持六次距离 好可爱啊 不然呢 就是开到那个 Title Company的停车场也可以 那么呢 Apprecer呢 它当然就是 运用这个大量的视频 还有这个照片 然后呢 电话和经纪人沟通 去完成这个Apprecer Report 那么呢 现政府的这个登记室呢 现在是采用电子登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购物的流程完全都在正常运作 我不会影响您的购物 OK 这是最新最正确的资讯 并且听说现在Palo Alto 有几家的房产 都是用跟listing price 差不多的价钱就已经成交了 可见得现在的卖方 也是very serious的卖方 买方也是真正眼明手快 要在这个机会 买到一栋好房子的时刻了哈 是的 因为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 这个呃 再如果用county的level Santa Clara County 您看看这个总销售价 还是达到7.75亿的美金 那么呢 3月份的 就是中价位的房价 还是一路挺进到140万美金 所以高于去年的3月 那也接近了2018年的血平 那么您说到我们这个 最热门的Palo Alto和Lofato 是这两个城市 那这个成交价和开价的比例 都还是超过100% 所以呢 我们对官区的市场 是非常有信心的 哇 OK 那现在市场上的房价 到底是 你说卖价 超过真正的listing price 百分之百 那就表示listing price 是很reasonable 因为我不认为买方 现在会大量的加价 才能买到房子啊 是不是啊 对 但是您看一下 这一份成交的物件在Palo Alto 还是有一半的案子 价钱还是在这个listing 的价钱上面高 当然就不会像去年 你记不记得去年 大家往上加 加了100万 再开价以上 那当然就像您说的 但是也有价钱成交 在稍微低一点点 但基本上一个 这个平均来看 还是达到了百分之百 好 那对于现在正在犹豫不决 是否要入市买房子 那您对他们的建议是说 是按照现在的价格 找一个相信的realtor 或者是还要再等一等 再入市呢 对 现在会有两种明显的 买家一种说 哎呦 我要不要再等一等 那还有一种说 哎呦 赶快买 赶快买 就是再不买 等到这个居家隔离的经历取消了 可能房价又开始往上回升 那么呢 我可能永远追不到房价 但是呢 我刚才跟大家报告 就说 从这数据上看来 这个您如果有些在Palo 和Losato去买房子的话 这一段时间还是要花时间 在网络上看房子 然后请经纪人帮你下单 因为我觉得Palo和Losato 是受影响实在很小 好 那我们请Annie Watson 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些实际的数据 来评估一下目前湾区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对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 对 就是我们从这个1月份到4月份的 提交价和开价的比例来看起来 1月呢 它实际上是96.2% 那么呢 2月 3月还有4月都是超过8% 对 都是超过8% 哇 OK 好 现在要带客人看房子的注意事项 那包括以前没有发生的 或者以前可以做的 现在不能做了 但是这个都不能够浇灭买方 要买好房子的这个意愿 来 跟我们仔细评估一下 我们现在要去看房子 那我们的现在的所谓的行规又是什么 对 我刚才有提过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这个Virtual Tour虚拟看房 好 那么呢 如果您一定要出去看房子的话 有几个重点 就是加州地产经济协会呢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疫情期间 出门看屋是有风险的 这个大家都要了解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务必请大家一定要戴手套 戴口罩 穿鞋套 多洗手 而且一定要保持六尺的社交安全距离 一定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 另外呢 也就是说现在呢 已经没有办法说很多人一起在同一个房子 在同一个时间 所以呢 通常都是要约安排时间 和listing agent把时间安排出来 也就是说两个买家和他的agent 也就三个人不能够超过两个买家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再看房子 哦 OK 这是新的规矩 所以现在open house是不复存在 目前为止这是暂时的现象 可是那德利亚呢 因为你们是做这个3D看房 还有virtual tour的鼻祖 并且你们做的这listing的package 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所以你看像在您4月份卖掉的这两栋房子 有一个老客人 他就是利用virtual tour来看房子 他已经很了解 并且他认为现在安安静静的 没有跟很多人一起去open house 他反而看得更仔细 但是在这个中间呢 买方的经济要跟客户联络起来 那这个工作就更多了 也就更繁忙了哈 也是事实上是更忙 对 但是我们相信 目前以这个市场的状况来看 这个预测呢 一旦疫情好转的话 房地产呢还是会很快的恢复元气 特别是湾区很有可能呢 会成为全美国反弹最快的地区之一 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那么在最后呢 我是觉得说 中国人在湾区努力工作了这么多年 每天工作时间都蛮长的 那这一次居家隔离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看到家人的时间多一点 所以希望呢 大家能注意身体健康 全家和睦呢 保持良好的心情 享受居家生活带来的改变 的确是 的确是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她是Delian Realty 德利昂地产公司的买方经济 同时她也是他们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Annie Watson 知道任何的关于房地产最多的讯息的话 请致电Annie Watson 她的电话号码是650-862-5506 650-862-5506 好 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访谈结束 非常感谢你Annie 感谢你Annie 我们下次公众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听众朋友 我们在第一段的访谈结束 接着请收听我们今天第二段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全美国房地产销售冠军 德利昂团队 请勤奉上 168Louis Lane Palo Alto 全新装修现代风格豪宅 4060平方尺 11550平方尺占地面积 调价700万 839 Darshaway Sanyville 新洛城现代风格住宅 4房3.5位 2709平方尺 7564平方尺占地面积 调价300万 详情请致电 650-522-0288 650-522-0288 650-522-0288 学校停课 孩子在家 学习中文最适合 PONDI 线上中文充电班 一个梯次三星期 每周一开课 现在报名招生 邀朋友同班上课 学费最高享五折优惠 报名网站 2020.pondi.com PONDI是PONDDY 2020.pondi.com 货质店408-800-7798 408-800-7798 询问详情 全美最大亚一人寿保险 总代理范宇集团再创家机 除2014到18年 包亚全美销售No.1 19年荣登 Global Atlantic销售No.1 Alliance全美前三 连续10年Columbus Live 全美销售No.1 范宇集团一站式 Wells Management 先曾家族办公室 女财富管理 炫富咨询等 全美十周27间办公室 范宇用心 让您安心 湾区请洽888-831-8868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静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董燕杰地产经济 硅谷从业18年 诚信认真 使命必达 650-867-1248 650-867-1248 867-1248 DRE number 01377923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Amanda Wu Insurance Agency 保险经济Amanda Wu 做客娱乐漫谈 带来疫情下人数保险 及长期护理重大的改变和趋势 网站长期护理讲座 5月10号下午2点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King 介绍贷款市场的最新变化 以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5月9号 5月10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听众朋友好 我是周乐 在今天2020年5月7号礼拜四 美股市收高 道指涨超过200点 纳指抹去了今年的跌幅 投资者下注美国经济将迅速重启 但多位联储局官员认为美国经济不会迅速复苏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高达三百十六万九千人 落得连续五个礼拜的下降 道指收盘上涨两百一十一点二五 报两万三千八百七十五点八九 纳指上涨一百二十五点二七 报八千九百七十九点六六 标普500指数上涨三十二点七七 报两千八百八十一点一九 纳指今年转涨 这个指数在2019年12月31号收于八千九百七十二点六 自从3月23号跌至近期的最低六千六百三十一点四二以来 纳士达克已经上涨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点四 但向来看空美国股市的美林银行分析师 Benjamin Bowler礼拜四表示 如果从历史来看 美国股市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一次大幅的回调 Bank of America的Mary Lynch认为 如果把4月29号的标普500在盘中创下的2955.1 是最高水平作为参考的话 标普500接下来下跌将是教科书式的 目前标普500市盈率达到20倍 虽然还是不是最高 但是也是1986年以来能够排进前10%的水平 自从1986年以来 标普500指数仅有在互联网泡沫时期 有高过20倍的市盈率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高达316.9万 连续第五个礼拜下降 美国劳工部宣布截至5月2号当周 美国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实际公布是316.9万 预值是300万 前值是383.9万 美国至5月2号当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连续第五个礼拜下降 那四个礼拜的平均值417.35万 前值是503.3万 美国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在过去6个礼拜累积达到3031万 已经是过去50多年中最糟糕五个礼拜的12倍以上 冠状病毒疫情对于美国的经济尤其是劳动的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数据不断被打破记录 ADP机构礼拜三报告美国4月份的ADP就业人数减少了2023.6万人 远超此前最低的记录的处70.8万人创下历史上最大的跌幅 尽管数据创记录但是2000多万的结果却处于在预期值之内 从行业上看服务业损失最大 其次是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 ADP的研究所联合负责人称 这种规模的失业是全所未有的 按照他的说法仅4月份的失业总人数就超过了大萧条期间失业总人数的两倍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将在明天周五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将为更惨烈 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美国4月将失去2130万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将由上月的4.4%增至16% 是的16% 美国Saint Louis联储局主席报告将于5月8号发布的4月份非农就业报告 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报告之一 他并且说失业率是非常的高将可能是比20%还要更高 他认为这场危机主要的影响可能是在第二季度 他称第三季度将是一个过渡期 但是他们预计会有相对较快的增长 希望到第四季度时将可以完全的加速增长的过程 美联储局官员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态度悲观 预计经济活动不会迅速反弹 三位美联储局官员在礼拜四今天表示 尽管各州放松了应对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措施 但是他们预计经济活动不会迅速反弹 米尼阿普勒斯的联储局局长表示 他认为对于美国而言短期的前景确实令人沮丧 他并且说美国的经济短期的前景是黯淡的 实际的失业率应该是在23%到24% 他表示很难看到经济迅速反弹 应该制定一个更为渐进的复苏的计划 他说经济恢复的速度取决于新冠病毒状况和医疗体系的反应 医疗的专家称有效的疫苗治疗可能还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会发明出 所以应该用更长期更缓慢的复苏来做准备 他并且说以全体免疫为目标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病例增加 工资保障计划PPP原本是一个持续两个月的过渡手段 但现在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危机结束后美国将有能力偿还国债 他表示长期而言他还是看好美国的经济的 记住这个是美国长期的经济 旧金山联储局局长他在礼拜四也就是今天表示 预计2020年美国GDP增速将为复值 与他交谈所有人都认为不会出现V型的复苏 而发生疫情之前美国经济动能是比较强劲的 他并且说美国正处于经济低迷时期的低谷 经济可能已经触底了 并且他说其他的国家已经进行了负利率的尝试 但他认为美国不值得一事 他并且认为美国联储局将要采取更多的行动的障碍 在于美联储局是否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英国央行维持利率政策不变 英国的GDP可能出现1706年以来最大的下滑 英国央行按兵不动 并持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 不过英国央行新的行长 Andre Bailey他表示未来很可能扩大量化宽松的规模 但是不是在今天 根据英国央行的压力的测试 具有抵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财务实力 这个测试显示到明年年底 也就是2021年底 银行可能面临800亿英镑 折合990亿美元的信贷损失 英国央行在礼拜四发表的金融稳定报告中称 英国的银行有足够的资本来吸收这些损失 政府对于贷款的担保有助于企业借款人和经济 在英国央行使用的压力测试中 2021年底银行面向家庭和企业的贷款 将遭受到相当于3.5%的减值 英国央行同时还提出一种预测的前景 他说GDP可能出现在1706年以来最大下滑 今年英国的GDP可能会下滑14% 创造300年以来最严重的年度低迷失业率触及8% 尽管伊兰子的救助计划在过去一个礼拜之内 像英国的航空公司Virginia Airline等等的这些航空公司和百货公司 还有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都已经宣布了裁员 但是英国央行对于该预测的场景也已经看到低迷时期将迅速的恢复 明年的GDP将会猛增15% 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呢 使消费者的行为发生重大了变化 一些企业因此而受益 这中间有一系列的财务报告也凸显了这些公司 Netflix是一家受益的公司 另外网络建设公司PTON Peloton最新的财报也显示出业绩超出了预期 由于冠状病毒颇使全国各地的人们几乎只能在家里工作和在家里运动 Peloton公司的G收入增加了66% 付费网络订户几乎达到相同的增长 还有其他公司认为冠状病毒对于业务的推动最后都会消失 电子商务平台 ETSY 季度商品销售总额比同比增加了32% 并预测本季度的GMS将会翻倍 与此同时网约车的公司LIFT宣布季度业绩好过预期 修诊后的销售增长明显放缓 在此以前通用汽车公司GM指出 今年的前三个月与冠状病毒相关的负面影响为14亿美元 以上就是20205月7号礼拜四美国经济和股市的缩影 谢谢收听 0288-650-522-0288 好消息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分锁了 由医学博士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群麻疹 湿疹 民意缺失等疑难病人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圣河西 山景城 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分锁地址 100R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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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ewoo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408-286-1707 长城白椅会提供白椅检查和防治服务 覆盖南湾半岛及Fremont地区 采用行业最高服务标准 长城白椅坚持全面房屋检查 掌握白椅破坏整体情况 提供最优处理方案 像对待自己的房子一样守护您的家 长城白椅足量用药效果好 免费售后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长城白椅百里挑一 免费咨询估价 408-881-4646 408-881-4646 哎 汽车和防务管费又涨 听说范语可以升很大 戴先生一年减少45% 升了957 嗯 这升很大 网泰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哦 这怎么试图 吴总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张鱼省太大了 范语省很大 因为40家以上A级房屋 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语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小范语省很大 您知道吗 如果1月19 买进Tesla2月22号 455元的看涨齐全 7000块 可以在不到一个月 暴赚20万 汪人王 美国上市公司创始人CIIX 专精股票爆发战术 Crazy老王Crazy鼠钱 正在招募会员 报名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微信Worway2019 Amanda Wu Insurance Agency 保险经济Amanda Wu 做客娱乐漫谈 带来疫情下人寿保险 及长期护理重大的改变和趋势 网站长期护理讲座 5月10号下午2点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介绍贷款市场的最新变化 以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5月9号5月10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平台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 及哮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封锁了 由医学博士 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群麻疹 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人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圣河西 山景城 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封锁地址 100Arch Street Suite 2 Revue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 408-286-1707 嗨 请说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法语课也升很大 戴先生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哦 这省很大 王泰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哦 这能省很大 吴总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开省太大了 范宇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宇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范宇省很大 好消息 CMCC推出低利息贷款计划 小额贷款30年固定3% 15年2.625 71Arm 2.75 Jumbo Confirming 30年固定3.25 15年2.875 71Arm 2.875 Jumbo Long 30年固定3.375 71Arm 3% 请速电资深贷款经纪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联系L11-13591 L11-13591 L11-13591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刊抓电话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垫地 Top 1 Investment Kendra郭时间 Kendra您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如果说大家听到现在贷款的consultant 他们在报利息的时候呢 也许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更改这个利率 听到的利率呢 不是现在能够做到的利率 我必须要从一个third party的人做一个很中立的说法 就是现在的利息已经没有这么低了 只是有人很多贷款经济他们没有时间改 或者是现在的利率变化很快 好 Kendra 那么我们今天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看 现在的利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来龙去脉啊 因为十年公债回收率已经不能够做 residential loan的一个benchmark了 虽然这个十年公债的回收率还是蛮低的 只有今天和昨天是上涨到超过了百分之零点七 但是从大前天以前都是不到百分之零点七的 那么现在的经济呢也跟corona virus community spread数字也有深刻的影响 那么您就宏观的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吧 OK好 没问题 那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 我们所看到啊 其实这样过去两个星期以来这个变化 那房贷这个市场呢 在传统上以来呢 都是以cheaury bond的这个利息做一个benchmark 那在今天的这个市场 就是说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所看到啊 不管cheaury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这个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房贷这个利息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不单止是没有这个波动呢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实业力 就业力啊这些等等呢 也失去太大的意义啊 所以太大的意义呢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所看到land fund paywall的这个增加 或者是the first initial job claim 这个数字有几乎大量的这个增加 但贷款的这个这个投资者来讲啊 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基本上他们都不看最近这段时间这些数据 因为这数据都很难看 三百万你少了少了十万五万没什么区别 从某个角度来看 比如说我们市场预期有三百万一个这个 initial job claim the unemployment claim first time unemployment claim的人数 三百多万如果你三百一十万跟三百零五万 注意看没什么太大 那跟以前的那个师姐二十万比较的话 相当比两万财业非常的大 现在相当五万十万四三三的投资 基本上你不再理会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不管失业力怎么样的这个表现 市场的投资者基本上 并不会太过在意 就像股票也也也有这种反应 就是股票最近这辆时间呢 有比前一辆时间好了很多 有明显的这个改善啊 但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在于呢 就是说我们讲啊 坏消息听得多这个之后 我们就会麻木的 OK 市场上我们也现在 从Texary bond的这种反应 跟我们房贷来讲这个反应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截然不同的这个反应呢 也就是市场很多的这个投资者 已经麻木了很多的这个数据 所以保证就是房贷这个利息 基本上是保证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波动 哪怕Texary bond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跌了 1.0.54啊 0.5几啊 甚至0.6几啊 最近这个昨天是0.7啊 今天又是回落一些 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房贷利息 基本上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变 一点动静都没有 基本上是保证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我个人的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首先好要了解房贷 他就要了解他的这个 这个背后的这个这个 价钱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这个来讲就是说 其实是大多数客户 可能我们不是很了解 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同行 我相信呢 90%的同行也可能不一定完全 了解这个我们的房贷这个利息 是怎么样去决定的 OK 那我们趁这个节目呢 就跟大家做一个普及吧 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房贷这个架构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房贷的这个利息的这个架构呢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说当然有其他的这个因素 少部分的因素 也有很大其他因量 其他的小的因素 我们主要是讲大的这个方向 OK 大的因素 OK 大的因素主要组成 有几个方面的这个组成 三部分 从我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在于就是说 causal funding causal fund OK 就是说他的这个 差借的这个成本 那差借成本 涨 代表这个银行利息一定要涨 借出去等于银行存钱利息给的多 借钱利息也要高 这是很合理的 就是它的成本 银行或者investor这个成本 就是资金成本 这是决定的房贷利息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个因素 相对比较稳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的这个其他的成本 包括了就是说 servicing的成本 他要请了这么多人 去寄这个账单给你啊 要提供这个分行的这个部分的这个service啊 你打电话去有人听电话啊等等 这种叫做fixed cost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包括了就是说 银行要给broker 给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佣金啊 或者是银行 假设这个弄是银行自己做的 那它也不是免费的 它有成本 它有个分行有个有个要loan officer 然后有这个整个分行的很多的租金啊等等 都要breed down 做成那个贷款的这个成本 我们讲贷款本身 跟service有关的这个成本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固定的 这一部分呢 不会因为有差异啊 但是差异不是很大 基本上这个部分相对来讲是最稳定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银行还有第三个部分的成本 第三个成本呢 是叫什么呢 叫风险成本 什么叫风险成本 哦 现在的风险成本就很高 那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啊 就是说应该我们仔细看 什么叫风险成本 我们先解释什么叫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呢 就是说是银行呢 就是说 因为如果银行认为房贷风险会增加 增加的风险 为什么什么时候会增加呢 就是说当经济有衰退的可能性 或者当经济所发生的更多的unemployed 更多的失业率会增加 或者更多 就是我们讲啊 所谓就是说 任何的这种情况 都会导致说风险增加 导致成本上涨 那我们刚才所讲啊 就是有时候 不一定是完全进入foreclosure 像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讲很多人 不知道这个叫做 dequare payment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银行本身它 它不是没有成本的 就是说 这个成本是谁要去给呢 是investor去给的 还是银行的中间商要给呢 我们要知道啊 银行它是很多时候 更多的是 它是一个中间的service provider 它并不是真正的investor 真正的investor 是国际上 全球来自于全球 不同类型的这个基金 或者是一些中央的央行等等 他们会投入 但是呢 银行它作为service provider 它也有这个成本 OK 它要对investor要负责 它有这个资金成本 这是说他们都有签一个协议 就是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是说 当银行认为 未来这段时间 有更高的失业率 而更高的失业率 会导致的是什么 结果呢 是要么房价可能会下跌 下跌 那就导致说 Foreclosure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要么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更多的人呢 会失业 失业呢 意味着是什么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呢 没办法还这个房贷 没办法还房贷呢 后续这个成本就很贵了 因为银行没还房贷 它要进入这个 Legal的这个process 还有很多这个 还有它利息成本 Legal processing 还有一些是通过买卖 这个交易 所造成的这个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Foreclosure 本身是有买卖 有交易成本的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所造成的这个影响 对银行来讲 其实是 它要必须将这个成本 转化成这个利息 如果它预计未来这个经济可能会衰退 犯罪了经济衰退 所一连串所带来这个房贷 所造的那个成本 成本上涨的话 它必须通过涨这个利息 来去justify 它可能预知的这个风险成本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 在经济有危机的这个情况之下 像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所看联资组织不断在降息 联邦的church bond不断在下跌 等银行的成本不断在下降的同时 银行的风险成本在上涨 风险成本的这个上 那利息下跌跟上涨 基本上是决定于风险成本上涨的这个速度 如果风险成本上涨的速度超过了 利息成本下降的速度 那利息是上涨的 如果风险成本上涨的速度慢一些 但是利息成本下降的快一些 那我们利息就往下走 因为我们中间的那个 我们讲survey这个成本 我们当时是固定的 可以ignore它 可以不用去理会嘛 OK 那这个是看风险成本上涨的速度 是否可以offset 利息下跌的这个成本 如果能够offset 如果是上涨 比如讲风险成本上涨0.25 利息下降0.375 那我们利息会降0.175 我们简单一点就是这个实际的案例 如果风险成本上涨0.125 利息下降0.25 那这代表利息下降0.175 那这代表利息下降0.175 假如风险成本上涨0.175 利息成本下降0.25 那这个会导致利息上涨0.1.25 那这个会导致利息上涨0.1.25 我们刚才想讲 就是这个两个主要这个因素 来互相干扰着我们这个 基本上决定的这个房贷这个市场 的未来这个走势 OK 那这个 当然这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要 我这里需要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哈 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回顾一下呢 2008年09年的时候 呃或者是2010年左右那段时间 成定率上是最低的嘛 那个时候我们讲的30年固定是3.125 这个利息 然后或者high balance confirment 是417,000以下是3.125 这个利息 超过417,000以下 那时候普遍来讲3.25到3.375之间哈 那个时候呢 10年的公债这个利息呢 是在1.7左右 这个range 我曾经跌到1.34 1.35 1.54 但是呢普遍来讲是在1.5到1.7之间哈 比今天这个利息呢 10年公债在前段时间0.3 0.3啊 最低的时候 到现在0.6 有将近1%的这个差异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房贷利息almost 是差不多的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利息很可能比那时候 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 就是我们讲最低的那段时间 我们曾经有到3.0啊 2.99啊 2.87啊 出现几个小时吗 我消失了这种贷款 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低的这个利 但是我们这个利息 有跟以前的利息最低的时候差不多 但是我们现在的成本比那时候要低得多 原因在哪里呢 现在的成本比较低 比较低比较低的多 ok 但是呢 在2009年 2010年的时候 最大的差异性在哪里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美国政府是接管了Fed&Main 跟Fed&Main ok 所以呢美国政府呢 除了这个接管的这个之外呢 他也提出了叫做所有的房贷 由美国政府承担风险 等于那时候的风险不存在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的风险不存在 OK 房贷的风险不存在 好 就那不再存在 现在没有 现在我们讲没有讲联储局 联邦政府要联储局要接收这个这个 联邦政府要接管这个叫做Fed&Main Fed&Main 市场的风险 现在是上涨 是市场决定的风险嘛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这个中间这个差异啊 假设联储局 假设或者联邦政府 像以前一样的就是 接管了这个Fed&Main 然后担保所有这个贷款 那现在这个利益搞不好 就回到2025都有可能 2025 2025 都有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讲 我们讲的这个意思是在于 这是风险的这个因素 对利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好 我们讲到这边呢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然后再怎么样把这个经济的道理 搭配到现在的房贷 为什么会不低反增的道理讲给我们听 还有在市面上 还可以借到的Program 到底有哪些 好我们访问的嘉宾是TOP ONE INVESTMENT的负责人 天爪锅 OK 从经济的角度 再加上今天的第一次领失业金的人数是316万9千 还有明天将要公布的是上个月 也就是四月份的南方Payroll 还有Unemployment 这个数字如果果然不好 对于整个的Market到底有什么影响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Amanda Wu Insurance Agency 保险经纪Amanda Wu 作客娱乐漫谈 带来疫情下人数保险 及长期护理重大的改变和趋势 网站长期护理讲座 5月10号下午2点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介绍贷款 介绍贷款市场的最新变化 以及优质贷款项目介绍 5月9号5月10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Gugan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408-720-6800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部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a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Jumbo Loan都可以In-house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5月份Cupertino Fremont和Burlingame分行 都会定期举行Webinar 网络开放日 指现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预约 病情判的准 却未找的准 下针下的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藏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到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测哟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美加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波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Cist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 408-253-6682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Tendra 郭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Tendra 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Tendra008 at yahoo.com Tendra 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让今天的嘉宾 再来告诉我们一下 好 Tendra 明天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日子 明天将要报告 4月份的南方Payroll 然后还有Unemployment 的这个数字的Percentage 如果说按照昨天的ADP 就是私人的企业的Payroll 的最大的公司 那4月份的就业人数 是减少了2023万人 这么多耶 不过其实我的看法倒是认为 这个数据现在来讲 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原因就是在投资者 现在来讲已经是这么多了 就是都不会好到哪里去了 所以投资者反而我认为 不会太过在意现在这些数据 反而不会在意 因为这些可能都是一个叫做短期性的 假设你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 是乐观的投资者 你认为这是一个短期性的问题 假设你是个悲观投资者的话 那再好的数据好不到哪里去 OK 它肯定是很差的 OK 从我的个人这个角度来看 不管是乐观投资者也好 悲观的投资者也好 就是说我倒不认为他们非常 注重这一次的这个数据的 这个关于就业方面的这个数据 现在来讲 市场上的聚焦点 更多的是跟那个我们讲的 vetching的这种 这个发展的有比较有关系 就是说任何的vetching 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呢 有些什么好的这个消息 这是反而市场上最关注的 对于这种失业力这些来讲 我我我个人认为就是 现在来讲大多数投资者 已经好像已经比较麻木了 听了这个这么多的失业报告啊 这么多的人在讲这些已经开始 我们要知道人对坏消息 不管坏消息也好 好消息也好 听得多了这个之后 会慢慢变得麻木了 现在这些都是不好的消息 我们希望现在市场更聚焦的是在 这个coronavirus 什么时候可以contain下来 有些什么更好的这个消息 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鼓舞的 这个就是市场上 更更比较敏感一些 OK这个更加敏感 还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OK好 那现在呢 因为是有一些 一些essential business 像医院等等 5月18号会开 然后现在的运动的地方 比如说golf course 这些会开 听说指甲店要到7月才开 一般的mall 还没有正式宣布 可能是6月1号开 那您觉得如果重启以后 经济有这种报复性的上涨的话 会对residential的利息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个人看吧 这个利息长眼来看 就是说短期性来看 我认为再大贴的可能性 其实真的不是很大 只会逐步地往上走 逐步往上走呢 因为就是就像刚才所讲 这个人对恐慌了这个心理 已经慢慢慢慢已经麻木了 在麻木了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讲 市场就没有像以前来的 我们讲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最低的这个利息 永远在市场最恐慌的这个时候 你才有这个机会拿到 就像三月初的那段时间 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们以前的那个历史 应该在这中间来讲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convused OK,convused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人这个思想 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那个阶段 就是关于房贷这个利息 有早期 最早期曾经有那么2.87的这个消息 现在很少人在讲这件事 基本上没人在提这2.89 都是我们很庆幸的 就是说 早段时间还有可能跟我们讲的2.89 但是这2.89呢 它曾经有出现过 并不是它还没有出现过 但是呢 出现完了这个时候 它只有可能 其实真正的出现 也就那么很短的时间 就那么几个小时 就在那几个小时 有少数人锁定了 运气非常重 我们讲 这种事情跟股票一样 有时候股票卖高卖低 最高点卖掉 最低点买进 有时候真的不是你自己个人决定得到的 对对 并同意 这个并不是你真的这么厉害 总是永运的是最高点 这个是刚好你碰上的 刚好你 利息也是这样吗 利息也是一样 在那段时间刚好就是有那些人 刚好怎么都可以Ready 2.89锁定 但是那些人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传练就传得到处都是 因为我们很多人Agent 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大家都喜欢用最低的利息来做广告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在那段时间我们并不做到 你不会吧 哈哈 我没听说过 我这里没做到 我们公司也没任何一个人做到2.89 后来听得比较多的是2.99 3.0的这种利息 2.99这种利息 这个是听得比较多 那个出现的这个时间点 也是非常的短暂 并不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锁定这个利息的这个 这个机会力要高过2.89 这是我决定承认的 OK 那实际上真的做到3.0的人比例呢 到今天为止 基本上我们没什么看到 也没听说过 锁了可能就那么一两单 非常非常好运气的客户 其实大多数都是没机会做到的 那所以跟着这个之后呢 我看三件事份之后呢 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利息一飞充天了嘛 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后来呢就是说 联储机在救市的时候 一部分的这个方案呢 就是包括了这个2000亿的这个MBS的这个买进 那从联储机出手的这个之后呢 房贷利息呢就有明显的回落 回落后来这个之后 就基本上就进入这个平稳 那我们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几天是什么呢 就是说虽然CHRB下跌 但我们房贷利息没有跟着这个下跌 是因为CHRB下跌的同时 刚才所讲的风险在上涨 他们互相抵消了 房贷利息竟然没变 在那个CHRB上涨的同时呢 我们所看到房贷利息也没有变 是因为呢成本上涨 但是同一时间呢 就是说那个风险也下降 就是我们讲股票好转啊 就代表经济改善 他们之间互相抵消掉 所以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所看到利息 almost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 但是也可以讲 可以叫做我们是有幸运的 有机会 可以还是拿到一个比较 相对来讲 立场最低的这个利息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 利息的这个决定呢 我们再强调一点啊 就是说第一 每个时间点 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但是广告那种事情呢 从电视上的广告也好 或者是从我们讲 电台上的部分的广告啊 这些呢 有时候它的数据并不是up-to-day 有时候早上跟下午的都不一样的 所以要得到真正的这个 这个最up-to-day的这个利息呢 是最好是跟我们经常联系啊 所以不用每一天啊 就隔一两天或多少天 给我们发个email 或打个电话过来 给我们问问这个情况是什么 这个就是 都是一个好的方式啊 好的习惯 好的习惯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房贷这个利息啊 他呢 这个决定呢 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这个利息的 譬如说我们讲 呃就是说 有时候很多广告 我们是按到一个 广告永远是按到一个best scenario的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什么叫做best scenario呢 就是说譬如说你有个贷款 他讲的这个利息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有讲的客户是 3.125啊 3.0的这个利息 51万4以下 3.0啊 这些等等这种广告啊 那实际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3.0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在今天这个市场 不管你贷款多好 3.0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的一家银行可以做得到 任何一个broker 任何一个人 随运任何一个客户 随运打任何银行 找任何的broker 假设是同样 no put no cost 是不可能做到3.0的这个利息 我们这边要强调一点 我们看到所有的银行 我也查过所有的这个银行 没有银行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所看到广告 还是在3.0的这个广告 那实际上打电话 有时候我们讲的no put no cost啊 或怎么样 有时候很tricky tricky的地方在哪里呢 很多的这个广告之中 它没有包括叫the party fee 它跟银行任何的cost 雄没有 但是呢 这个不包括escal fee 跟title insurance 哦 有关的这个费用 那他讲的这个cost no cost 对我们也知道 我们中国的broker 都是靠我们就客户 referral之类 我们做的都是非常完整的 no put no cost OK 他们有时候讲的 有时候网络上讲的这个银行 我讲的这个cost 是什么呢 是很tricky的地方 它可以做3.0给你 而且讲no put no cost 是no put no cost 是跟银行有关的所有的cost 全部贬掉 是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escal的费用 那成本非常的贵 占了三分之二的成本 都是跟escal有关的 银行成本占了三分之一 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吧 OK 但是还有一半的cost 是将近2000块钱的closing cost 是叫 third party fees OK 跟银行没关系的 OK 这是escal的费用的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 misleading的这个资料 假设在这种时候 我们讲的客户 有时候讲的是3.0 听到这个消息好像很好 no put no cost 实际上是不包括了这个escal费用 OK 除此说真正要做no put no cost 就是我们想看到最近这段时间 还有刚才说没讲完的 就是说 他是按照一个best scenario的 这个情况下 可以来做50万 就说本身条件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贷款金额的大根小 也绝对影响我们房贷这个利息的 我们等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有一个25万的这个贷款 或30万的贷款好了 OK 另外一个贷款是50万的这个贷款 那closing cost 两个30万的贷款 跟50万的这个贷款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不起 25万好了 25万 数字上比较容易写 25万的这个贷款 跟50万的这个贷款 大家都4千块钱左右 closing cost OK 但是50万 就是银行给我们这个rebay 我们用这个rebay 我们用这个rebay 来offset掉你的closing cost 这个才叫no per no cost 不是我们经纪人抄腰包帮你付的 是银行给的那个rebay 我们用这个rebay credit那个钱给你 你用那个钱来抵消掉这个 那等于是说 要拿到这个4千块钱的话 我们在51万4拿到4千块钱的话 那等于我们是 我们消费银行给我们rebay 大概是0.78到0.8左右这个rate 这个可以拿到可以付掉closing cost嘛 50万就是拿0.8就是4千块嘛 对不对 是 但是呢如果25万的话0.8就不可以了 我们就必须要这个25万 我必须要加到大概1.3啊 多少我们才可以足够去cover 对对对 你这个解释的还make sense 0.8到0.3有0.5的差异 0.5很多时候等于0.125到0.25左右的利息差异了 差不多0.2到0.25之间的利息差异 对不对 所以假设任何一个人 假设我3.115可以做得到 如果是50万后 51万4才做得到 25万的话 我就必须要3.25才做得下来 所以这中间这个差异 是因为我们必须提高更高的这个利息 在25万同样拿到4千块 我必须要加到3.25才可以拿到这么多的钱 去帮你去付掉那个closing cost 嗯 好 所以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是非常的confused 因为大家都觉得 人家都可以做3.0 为什么 3.115为什么我做不到 但是因为贷款金额 导致我们需要更多的rebay 更高的利息 哪个同样这个rebay 我们需要更高的这个利息 才可以拿到同样这个rebay 去 offset那个closing cost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希望大家就是要了解 这个每一个贷款的金额不一样 它也同样会影响房贷这个利息 清楚了好 那现在节目大概还剩下一分多钟而已 好 是否可以介绍一下available的program 好 我们先简单一点讲啊 就是说现在最好的这个利息呢 是51万次 最好的bass and audio的情况下 最低的利息是3.125的这个利息 15年固定的最好的利息是2.625的这个利息 那除此之外的investment property with closing cost 我们最好的利息能够做到就是3.5的利息 对不对3.5 3.5no points 那自己要付closing cost closing cost 这是指在bass and audio 接近50万左右的这个贷款金额价 我们才有机会做得到的 OK了解了好 那朋友们如果您对于您的这个所持的不动产的debt 那有一些想法想要在这个时间还是要做refinance的话 请联络Kendra Goh 她是非常资深非常有经验的loan consultant 联络到Kendra是408-218-9760 或者是写email到kendra008 at yahoo.com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Kendra了 谢谢你祝你晚安 也希望所有的市场都尽快的复苏 尽量的平静稳定下来 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谈拜拜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晚安再见 专注才能专业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Kendra Goh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够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电话408-218-9760 邮件Kendra008 at Yahoo.com GMCC万通贷款银行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Jumbo Loan都可以In-house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最优惠的贷款 5月份Cupertino Fremont和Burlingame分行 都会定期举行Webinar网络开放日 指线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预约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